今天國民黨團如果要讓侯友宜的總質詢提前 強度關山 我在這裡預測 侯友宜會成為下一個韓國瑜 新北議會開議前市議 早已滿層風雨 請國民黨團這項提議 團擔心說 新北市議會這一次的會期 會不會因為政治的問題 影響到議事的正常運作 建議將原定6月5號 開始為期13天的總質詢 提早到後天的4月27號開始進行 發布假急動員 就是要把原定6月5號到6月20號 才要登場的市政資訊時間 大幅提前挪到兩天後的27號 也被律營質疑 是代替侯友宜的徵召之路掀開道 我不相信要總質詢這麼重要 今天我們一睡覺明天就來總質詢 侯友宜市長為了他參選總統 大開民主的這個倒車 到底在處理什麼事情 所以國民黨請你們不要再亂了好不好 就換藍營再替侯友宜參選總統拆彈 日營祭出備案 如果國民黨團真要這麼幹 未來每次開會就來開戰 我們預計未來要來每次都清點人數 來看看到底是誰來破壞這個議事的規則 看看誰必須要對選民來負責 我都尊重黨裡面的規劃以及所有的節奏 尊重再尊重一切都是被動 TVBS圈留意程序封文一封消除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